今天听了很多报告也是关于全球的大尺度的数值预报系统的开发 其中云微物理过程参数化方案是其中一种比较重要的物理过程 因为它直接决定数值预报系统预报的云的物理特性 还有它的降水的分布 我们知道数值预报系统对于高分辨率的模式 比如说我们中小尺度的 一般是采用公里尺度的分辨率 对于气候模式一般是百公里量级的隔点 我们知道云的尺度 尤其是云里面粒子的尺度是非常小的 它的分辨率可能是在毫米或者是米的这样的一个grade resolution 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用微物理过程参数化 也就是用次网国的参数化过程 去参数化云里面的粒子的生长微物理过程 以及粒子的频流和成降 现有的Bark类型的云微物理方案 主要是伽玛粒子的分布 伽玛分布主要就是假设粒子的低谱分布 符合这样一个伽玛的distribution 那现有的这个微物理方案呢主要包括以下几类 尤其是Bark类的方案主要包括像单参数的云微物理方案 那么另外一个背景就是关于我们知道对于冰雹风暴 那么是一种非常典型的中小尺度的强对流天气系统 那么冰雹风暴呢通常伴随有雷暴大风 夏季暴流 闪电等等 那么对于飞行对于我们民航 那么也是影响非常大 因为它经常伴随有像这种强的低空风气变 尤其在飞行过程中如果遭遇冰雹的薄击 那么轻则机体受损那么严重可能直接就造成飞行事故 另外的话 但是呢这个实际上的业务上 对于冰雹包括风暴它的强度 还有它的移动路径都是非常难以准确地预报的 比如说我们前几天大概三月十几号吧 那么在江苏浙江包括像江西还有福建 那么都有一次大范围的强对流系统 强对流的过程 并且在江西的干州造成了强烈的降保 所以呢在冰雹业务预报 尤其是做到定量的定点的 然后定的这个时间的预报 是目前的国际的一个难题 另外呢 那么基于对流尺度数字预报模式呢 那么多参数的云微物理方案 比如说我今天要介绍的这个双参数的方案 那么实际上对于冰雹的粒子分布 是有一定的预报能力的 尤其是双参方案那么它能够较好的去描述粒子的谱分布 但是呢这个双参方案呢也有它的缺点 比如说在现有的双参方案中 它的谱形参数大多数是固定的 那么这种情况呢往往导致这个地表的冰雹 出现这个明显的高估或者是它的这个强烈的这个粒子筛选 那么我们这部分研究主要是结合中国的实际的冰雹风暴观测 还有数字模拟的结果 那么去优化双参方案中的粒子的谱形分布 以及研究对于冰雹的定量预报的一个改进 那么我这里首先简单介绍一下我们这次强对流过程的一个天气背景 那么这次过程是发生在2015年 比较早是当时做的一个挑选的一次强对流的过程 那么在江苏整个在这一天的整个沿着江苏的西部边界 那么都发生强烈的这个冰雹雹大风 以及这个地面的短时强降水 那么就是这样一次天气背景 那就是这样一次过程我们来了解一下它的天气背景 这个是来自于ERA5的再分析资料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次过程当天 那么在高层的话200百帕和500百帕上面 可以看到江苏位于身后的低潮的前端 以及墙的高空急流的左侧正前 左前方 所以呢在江苏高空对应的是正的渦度频流区 以及强烈的高层浮散 那么在中低层我们看到在850百帕和1000百帕上面 那么两个切断低压在低层强烈的符合 那么利于对流系统的抬升 形成这个强对流系统 并且呢当天由于午后的强烈的地表加热 导致大的CAP不断地向这个江苏地区输送呢 那么有强烈的低层的不稳定能量 利于对流系统向上发展 中上所述呢 那么这样一个天气系统配置是非常利于 强对流天气系统的发展的 那么我们在这部分研究尝试回答两个问题 第一个是我们现有的对流尺度数字印保模式中 不同的云微物理方案它对于冰雹风暴 以及地面的降薄它的预报能力是怎么样 另外我们尝试去改进设计新的双参数方案中 诊断谱形参数的这个计算方法 尝试去改进冰雹的定量预报能力 那么我们采用的是OPS的数字预报模式 OPS的话是美国强风暴中心CAPS 负责研发的一套中小尺度风暴系统的 高的这种时空分辨率的预报系统 我们网格设置是右图所示 采用的是两层嵌套 那么外层采用的是三公里 内层采用的是一公里 垂直采用53层 采用的是NSEP的再分析资料 作为边界厂去强迫 另外的话 我们因为想要去看不同的云微物理方案 并且检验它的好坏 所以我们采用了多组不同的敏感性实验 包括三参数的 那么它可以预报不同相态例子的 包括Q然后NT还有它的Z 那么另外的话 我们采用多组不同的双参数方案 包括固定形状参数的双参 以及诊断形状参数的双参 以及我们去优化设计的新的诊断谱形参数双参方案 另外的话还有包括单参数方案 那么我们模拟之后呢 我们需要去跟观测对比验证 这样我们才能确定的去分析后面的改进效果 这里我们采用的是雷达观测 和我们模拟的结果进行对比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对于此次过程 主要是先是一个东西 西北东南走向的现状对流 随后逐渐发展成为一个东西走向的 这种长的公状回波系统 那么在公形回波的部分的区域呢 存在这种强的回波大于60dBJ的 那么对应的往往就是强的这种降薄地区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和观测相比 不同的维物理方案呢 对于此次过程就是抓的都比较好 就比较好的在线整个风暴的演变 但是呢不同的方案存在较明显的差异 比如说单参方案和原始的诊断谱形参数方案呢 那么它对于回波的强度的预报呢 都有一个明显的低估 那么我们固定谱形参数的双参方案呢 那么形在一个明显的高窟 那么三参数的方案呢 因为它能够更好地去刻画 不同向态粒子谱分布 那么对于这个雷达观测对比的话 效果就是最好 也就是它能更好地去模拟风暴的强度 另外的话 我们因为关注的是冰雹风暴 关注的是地面的降薄的情况 所以呢我们有去对比 有去诊断计算地表的最大的降薄尺寸 叫Mesh Maximum Estimated Size of Hair 那么这个Mesh厂呢 它就是可以看出来地面的最大的 累积的降薄的大小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最左下角对应的是雷达观测 繁衍得到的地面降薄的情况 可以看出在这次过程中 沿着江苏的西部边界呢 地面的降薄大概在4到5厘米的 这样的一个鸡蛋大小的尺度 那么我们的不同的模式模拟出来的这个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出 三参数的云微物理方案和雷达观测繁衍的结果 就是最好的Match 那么它也能够较好的再现这样的一个鸡蛋大小的 这样的一个冰雹的地面分布 虽然说它的位置稍微有一些 就是像西部有一些偏移 那么这个可能来自于这个NSEP 在分析资料的这个系统偏差 另外呢 除了地面的最大降薄的尺度 我们还提出其他的关于冰雹的这样的一个预报量 包括像地面的累计 冰雹的树浓度 因为我们知道地面的降薄 不仅它的大小有关 对吧 那么除此以外呢 冰雹下了多少 它的数量有多少 它的浓度怎么样 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 所以呢 那么基于此呢 我们去计算不同的维物理方案 它预报出来的地面的累计降薄的一个分布 我们可以看出 因为观测冰雹非常的困难 尤其是现在 不管我们国家还是其他国家 那么在地面冰雹的观测 它的收集 这个观测资料都是非常的困难 那么我们就结合一些媒体的报道 那么一些现场的一些拍摄的结果 我们可以去对比验证 最后换算出来 地面的降薄的这个 速浓度大概在10到30分到10的40分每 个每平方米 当然这个是局部的区域 具体比如说 有些区域可能还是偏少 有些地方偏多 那么还是有一些系统性的偏长 但总体而言 我们可以看出 三参数的方案 它地面累积降薄的速浓度呢 和媒体报道的这些 相对来说是比较接近的 三分钟 那么我们尝试回答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如何设计优化双参数方案中的固定谱形参数的诊断方法 进而改进冰雹的定量预报 这个是我们一个新的诊断方案的设计的一个思路 就是说我们基于现有的三参数方案的模拟结果 那么去设计得到一个新的诊断谱形参数的方案 这个是一个诊断的一个结果 我们可以看出实际上的这个谱形参数 它是非常的发散的 就是说不是一个固定的常数 那么这就说明在我们现有的 云微物理方案中的谱形参数设定层常数 实际上是非常不合理的 那么这也直接导致现有的 不管是在冰雹预报还是地面降水预报 可能都存在系统性的偏高 当然这个是对流尺度的数字预报模式 那么除了 另外我们也可以看出我们新设计的方案 那么在雷达组合反射率可以看出 它和三参数方案也是更为接近 能够比较好的去在线风暴的强度 以及地面降薄的一个分布 还有地面降薄的这样一个素浓度的分布的特点 此外除了地面降薄 我们还去看了一下风暴的垂直的扩线 或者说垂直的结构 我们可以看出新设计的方案 可以较好的去在线风暴内的粒子筛选 导致定地面或者说低层 它的粒子尺度偏大这样一个物理过程 中上我们新设计的诊断谱形的参数方案 相比于原始的参数方案 能够较好的去模拟风暴的强度 并且能改进冰雹的地量预报 均有较好的这样的一个效果 除了这样一个表面的去看预报的结果 我们还去定量地去诊断分析 具体为什么我们会有这样的改进效果 这个是新设计的方案和不同的实验去进行对比 我们可以看出新设计的诊断谱形参数的方法 可以较好的去改进降水粒子的谱形参数的垂直分布扩线 那么正因为这个谱形地质的地谱的分布改变了 那么它的对应的微物理过程的计算 也会得到相应的调整 能够去进一步优化不同的象态粒子 包括像云 像云里面的云低雨滴还有冰雹 那么它的生长微物理过程得到优化 最后导致地面降薄的一个改进 这最后是一个主要的结论以及展望 首先我就大概讲一下 因为首先第一个结论就是我们基于APS的风暴预报系统 那么公理的分辨率 采用三参数的云微物理方案 那么较好的揭示了江苏多单体长生命式的冰雹风暴的演变过程 另外基于三参数的方案模拟结果 我们设计了新的双参方案中的冰雹线 还有雨滴的粒子谱分布中的形状参数的诊断方法 新设计的方法 它对于冰雹线还有雨滴粒子谱型参数的诊断 能够优化双参方案中模拟的冰雹的粒子谱 冰雹的生长微物理过程 进而改进地面降薄的一个分布 同时它又能够保证双参方案它的计算的优势 未来的话我们将针对于不同条件下 多种类型的冰雹风暴 那么进一步的诊断 对应的微物理过程中的缺陷 有针对性地去改进对应微物理过程中的主要的问题 以期能够为